我是六歸高中代表劉芷穎 我今年高一 很榮幸今天能代表六歸地區的小朋友 上台跟法谷山說感謝的話 其實我是瘋在以後才知道法谷山 才認識法谷山 然後在家裡經濟最困頓的時候是法谷山給了我一個機會 然後幫助我們家度過難關 因為你們的願意付出 不求回報 還有你們滿滿的安心 才讓我們能夠午後顧之憂 安心就學 也因為你們的用心在每年的寒暑假 都安排許多豐富的活動讓我們參加 記得我去年參加了國中營 我在中間學到了許多東西 也有許多不同的體驗 第一次夜遊 第一次浮潛 然後第一次和大家一起到墾丁這個地方 然後活動 對你們我有很多的感謝 然後每次看著學長姐在每次的活動中都非常熱心的參與 擔任小隊服也照顧每一位小隊員 他們的精神我非常欣賞 同時也期許自己能夠像他們一樣 成為優秀的人才 然後天下沒有不散的延禧 法谷山也即將撤站 我心中有非常多的感觸 也很感謝你們 也很捨不得 在法谷山我得到的不只是 客業上經濟上的幫助 還有心靈上的陪伴鼓勵 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歡法谷山也很感謝你們 謝謝你們讓我成為你們的一份子 也謝謝你們參與我的喜怒哀樂 謝謝法谷山 謝謝大家 謝謝